然后两个人去跑位 是的 今天也是有了换人的信息 这过点还是出事 又回来了 这两个学组的话 是在我们这儿 那个小组在第二天 是有一个互换的 这个今天又换回来了 刚一上场 第一个就 采访的时候 也是那个Hard的教练 这个就是他们的教练 今天也在场上打比赛的 这个昨天也是最后一场 最后一场惊险晋级 要进攻啊 小组是拿了一把1897 选择直接往防距离冲 但是这波Sparrow的一个出手 被架投线了 是的 Sparrow自己是被打成了大残 能先扶起来问题不但 但这个手雷挺要命的 他是明确知道倒地的位置 小子没爬 这个雷出事啊 是的 他明确知道倒地的位置 这一波被双响了 升AZ AZ这个点刚好是没有看到Sparrow 拉过去扔雷的那个位置 这个看到了 我们有机会秒掉 秒掉了 拿雷去补 巴图琳斯在赶过来的路上 但这个过点的话 因为体波出手 两位这个抢线 AZ机会很难啊 被锁住了这个位置 没什么机会 AZ这把枪一漏了 对于Twistman就是一个名局了 是的 XO过来还K了个头 可能会有队伍去绕 这个圈形的两侧 绕到这个 能绕到南边去的有可能 STK这不是主动进攻 但是Horl的一个反应的话 是没有第一时间贴了过来 被抓timing了 他在脸上掐雷拉环啊 这一发手雷漂亮 阿罗倒了 Vigas要拿手雷去排这个二楼 STK 进点只来两个人 其他人 拳助的PrettyCarty的话 也是在一直在抽拔 那阿罗还能救一下 派打的出枪 又倒一个 这个现在的角度 架得让Horl非常难受 这几枪好准 教练的枪 准啊 刚才在楼下扫车的队友 就很难看了 这只HK进点突破成功 进点只来二打一 有点踢不住了还是 打了一个 好像进点那个 另外一个人也倒了 对 就是又是XO的枪线 是的 好像是远处的PENTA 开车直接拉过来了 这个停车落位的声音 是能够被听到的 一打一 教练这波发挥很强 这个时候不急了 打个血都可以 嗯 对 直接打电脑 血打板 有略微的血量优势 是的 LTK也不敢救人 因为太近了 嗯 过不去的 这个过点会被架住的 把人先补掉之后啊 再听到脚步了 你看他听到脚步 直接打提前枪 意识非常到位 本来 他这个反弹雷 哎呀 一穿四 漂亮 教练好帅 只剩 土老爷 他这个位置感觉也要没啊 可以 对 富安莫是拿了一个这个土路的 就比较吃压力的一个点 嗯 这几个位置你当然你要打好了控制好了 对 持续不断的有这种队伍可能在一边牵制住你之后另一个方向就来了 对 被劝起来很难受 CES直接往里面扎 扎 萨门这个点 Toskey 来脸了 还好多车呀 周围车声太多了 萨门这个声音想自保一下先 哦 201S的话 GX也来了 对我能驾 这边能进点小鞋的出手 先倒了一个 对我再拖 还能驾 GX要体验要拖好久 萨门先丢道具 Lio直接被闪掉 但这男的雷很准要丢进了厕所内 萨门倒了 但是GX这边只剩两个人 嗯 是的 但这个点的话就是接的好的话 你必然是个大分的局面 对 对 哦 这边的话 是 是的 CES也从侧面出枪 这两支队伍是同时向 这个FM附近 这些点位厕所 再扔一颗 这个顺包很关键 漂亮 还有 最后淹的一个 12被远点抽到了 不要着急 看能不能进厕所 进厕所就能打药 先救人 能服人 这哪有火呀 他不好扔 他有烟雾弹 他不太好扔 拿来个火把自己的队友烧了 丢进去 对 他不好扔 有烟雾弹 是的 哦 这个雷飞出去了 哇 那只能强攻厕所了 强攻厕所 昏倒一个 还能服 还可以 还可以 现在就是怕CES两个人 CES两个人的话 应该会想 那FM就有机会 现在担心的怕是怕什么 就是New Happy 他南部可能是必然要上山的 对 他也可能会找一个机会上 New Happy 确定屁股块没人 会往三撩下放人了 对 这个意思 你看他这种地形下 三个人是在炮楼的 他是 就是炮楼 左前方 就是靠近FACE的这个厕所 他并没有放人 按理说防守这个方向 那个厕所可能会放人 是吧 他没有放人 他这个完全收作的这种打法 就是想通过FM的一个高点枪线 来限制FACE 然后再通过自己近点的人数优势 有了很多了 对的 有起碎点了 FACE也没得选了 LG不给机会 只能去换扑了 一点机会不给 他只能选择开车往里扎 嗯 随便找个地方藏一藏吧 两辆车 驾个车 这个也没机会了 嗯 FACE走了之后 机会 再等 再等 什么时候出枪 这时候出枪能打几个呀 主要是也没队友 是的 哪怕有一个队友能牵扯 在进攻吗 到位了 CakeStar在找机会了 其实天霸也在往这个山头上去想啊 12的一个出枪 明明是倒了 明明是倒在了 New Happy靠近蓝圈边缘的位置 要先扶 那L FACE感觉这个强色 他有点扛不住 要是 他留了一个古斯塔夫 射影都进去了 SQ和天霸同时给打拉瓦输出 Loki跟SALUT双倒地 这把战场留给了New Happy和LG CX这波的话因为人员比较少啊 FACE直接强攻过来 最后也是没有扛住压力 脱离了跟LG可能会发生的那个战场 直接往圈内行进 然后正好是踩住了一个比较中心点的一个位置 这个圈边的强度啊 FACE在中心点啊 他还挺安逸的 能感觉得到到了这个胜者组织后 强度是整体提高了不少 对的 五阶段31个人 圈边压力拉满 SALUT又倒了 刚被扶起来 真的他是一直在被击倒 他这个角度是还手的机会太少了 高点SQ也有他的一些枪线 天霸的话对他也是一直在输出 但首尔等待了很久啊 全面等到了一个机会 泡泡的一个侧身被抓到 正面龙斯格已经顶过来了 看一下这颗雷角度怎么样 天霸一线 就到身后 弹了 弗拉的一个出枪 灵树也倒了 天霸 现在龙斯格还被火烧了 只能腰射 组织就没有射击角度啊 是的 选择甘拉过来 正好也是被 Inonix的一波匹克打了 但是这个头好像是被LGK掉 对的 被VLOKK了 是的 这边的话 天霸只剩下77最后一个 刚才也是首尔侧面的一个补枪啊 达拉瓦是仅剩两人 但是这个小配合打得还是挺漂亮 那只剩77 LG还是满面 这个队伍太稳了 它就是徘徊于 就他们现在圈面队伍都在找圈架机会 是 那北部天霸人数少的信息 LG是很明确的 所以在往天霸的方向一直在给压力 对 全新南部 霍莱莫和Nu Happy 最终还是要打在一起 这个是避不开的 没办法 是的 它不像LG还有退出战场的空间 Nu Happy只能往山上去直推 对 那是小海这边倒地了 二哥回来了 二哥补枪很快 这波倒地的话赶紧起烟 因为哪位的位置 其实它是 主动出击 这个雷丢得很漂亮 是的 现在只剩KXR一人 琪琪看到LG倒人很多的信息以后 也在往过摸 先拿到一分 看来有个小侧身 差一点点 但车爆了 引爆载具刚好拿到一分 还是七七的分数 是的 而且对它来数 已经进入到了前五名 排名分也拿到了 拿一些物资看圈边还有没有机会 不过这波出手的信息 应该是会被圈边的废子所捕获 知道这个圈边缘还有独狼存在 上了 那这个决赛圈看 4M能不能把东边清理得很干净 这样清理过来 就是决赛圈三足鼎立 正好一个三角形 是 那一波打完之后 人也浮起来了 目前保持满别的4M 对 那圈边压力也没有特别大 肺子是两人编制 那天霸是一个 其实4M的位置不太乐观 它踩不上来 它活动空间特别少 然后哪位那边 来 然后SQ也有枪线 琪琪不在白圈内 所以它过点很危险 是的 直接被咱们发现了 还是拉不开4M 是的 厕所里面的信息 他们应该是知道的 Face只有金宝一个了 刚才打CES的时间 是的 尤其是哪位 哪位可能一点都看不到 来了 先贴反坡 哦 但是这把栓 哇 那这个厕所等于是 无伤拿下 轻轻松松的 金宝应该是想防守一下的 结果看了一眼人美了 塔利窝王仔没秒掉 漏过枪了 罩子上来补枪 OK 圈边的这个人 倒了很难救 看有没有机会给他补掉 罗子在拉位置 可以补 Summer的勾引成功 好 这个时候稳一下 这个时候稳一下 可以调转枪头 看一下哪位 SQ近点的人 掉了一个 但梅花庄是在中间 在这个厕所西边反坡后 这个厕所肯定是 FM先拿的 哦 小海 没有倒了 而且这个救不了 真的他是两边扛压力 就两个人DSQ 两个人盯哪位 再往回走了 那位的道具非常的重组 这一波轰炸12倒地了 不过这波烟线刚起 看一下汪仔的出手 两边同时在接下 黎普哥也倒了 左右开弓 SQ只剩两人 还是要稳住 而且黎普哥是想偷测身 他来到了近一点被秒的 哇 哪有雷 哪里的偷支 我怎么这么多 他们没打过架 他们就是在抠吧 这波雷真的是让FM有点损失重大 又是汪仔 三打二打一 三打二打一 难得游测三波也倒了 哪位现在人数优势 旺仔快把SQ穿了 X sample顶到近点 五百血量打了起来 哦 没看到 哎 别急这一波 要出手了 最后是一个二打一 二打一 但是FM那边应该是在救了 哪位也在救人 在付测速里面 哪位没有救 被烧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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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打了一个 打了一个 一打一 旺仔的血量不是很健康 而且 可以打血 车后有机会 位置被锁定了 三个火 他忘了 他没动 他掏出来了 他忘在旋径打出来了 他有机会能移动 吃到篮圈伤害了 这没办法了 没办法 还是要恭喜到哪位 这局确实一个三组鼎力之势 而且FM是左右开过 那里的道具实在太多了 对 这局很尽力了